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板橋區管前西路的台南正中晚貴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最近他有部落客來報導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然後他有蠻特殊的餐點 就在管前西路上 對面就有一個紅季豆漿店 OK 這邊扛棒很漂亮 還有燈光 那這裡就有全部的菜單 碗粿就很特別的 咖哩蝦仁 鵝仔 絲目魚豬肉 還有肉粿 涼麵跟 我們問老闆娘 好 老闆娘妳好 那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您這邊的話 很特別的是 聽說有一個肉粿很特別 是 它是 因為台北比較少人賣這個東西 那個是我們台南的小吃 那我們是那個粿下去煎 煎得有點酥酥的 然後再加一個包蛋 喔特別 我們那個盒巴櫃裡面 不是裡面有包肉 是 我們那個是魚肉的肉 不是豬肉的肉 是 我們是用 裡面我們那個 餵下去煎 煎得有點酥酥 再加一個盒包蛋 然後淋上我們特製的醬汁 那個醬汁裡面 我們是用魚肉 魚皮 小肉跟香菇去熬 吃木魚 對對對 所以 就是 比如小孩子啦 或是老人家 或是食慾比較不好的 它裡面的營養快是夠的 喔是 對 像我這個 有點老又不會太老 就試著吃這個 哈哈哈哈 所以它那個 櫃的櫃是很黏密 它不像那個 蛙櫃櫃 或是 菜桃櫃 它比較 比較 比較Q 它是有一點黏密的 所以 吃到嘴巴裡面 就已經 就是 很快就 化開 就化開 對對對 那淳香那 浮水魚根是 跟別的魚根 不一樣在哪裡 不一樣 裡面就是像我們 台北的根 都是有顏色的 對 根是白色的 喔 喔 所以這個就是浮水的意思 對對 它的丸子是浮在上面的 對 好 那我今天我就先要這個 肉桂跟浮水魚根這邊吃 好 來吃 謝謝 好 那就不用去台南了 來這個 板橋管前西路 就可以吃到台南的口味 我們就不用坐火車去了 喔 這個油噴起來有點小危險 喔 老闆娘你手不要緊嗎 沒有 習慣了 喔 這樣 不一樣啊 喔 這台南也是這樣接嗎 對 我的手這邊又噴到一點點 滿… 滿… 滿危險的喔 還好 這樣喔 為了小吃 就是雙手都犧牲掉了 這樣 對啊 這個… 十五公啦 自費… 自費手腳 這樣喔 這樣喔 然後蛋要半熟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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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辛苦了 阿那 豬灘灘旁邊就告訴我這個… 正不正宗…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我只知道台南還有一個小西角 台南小西角清掃茶 小時候去過的 哇喔!看起來很酷 很香 香香香 再加上這個素種調味料與香菜 自己特製辣椒 有點辣 好!朋友啊!那這個就是正宗的台南口味 希望吃看看 那個不好吃就打老闆娘 不!那個不好吃就 就要適應他的味道 開玩笑的啦 先嘗看這個高湯 嗯!好吃耶! 裡面感覺有那個魚肉的味道 綿密的味道 再把這個荷包蛋劃破看看 喔!這個好吃喔! 有那個四目魚的鮮甜味 然後好像還有點那個 豆...黃豆之類的對不對 就好像有豆耶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還是蒜碎 蒜碎 蒜碎 喔!蒜碎啦 喔!那個還是吃得出一點點東西的 好!這個櫃煎煎過我覺得蠻香的 好!那老闆娘建議我加味噌辣椒醬 它是自製的 好!那個人猜測的話加辣椒醬會更美味 現在這個基本分數我覺得就有90分 好!好吃! 嗯!好吃! 這個櫃煎過之後它的口味就更香 嗯!然後有這個細細的魚肉的碎肉在高湯裡 很好吃 嗯!很有滋味 喔!這好特別喔! 喔!剛剛開頭那是開玩笑的啊 喔!開玩笑不要罵我 有時候開開小玩笑 我有時候覺得也不好笑 哈哈!冷冷的嘛 熱熱的天教配冷冷的笑話 喔!我覺得加辣比較好吃 嗯!好吃! 喔!如果不加辣的話真的蠻適合小朋友吃的 很有味道 有這個魚肉的香味跟這個桂的香氣 很好吃 它有一個荷包蛋 就蠻營養的 喔!因為它這個湯的味道還蠻濃郁的 所以荷包蛋加下去 其實吃不太出來它這個半熟蛋的味道 OK!沒關係喔!但是很好吃 喔!那個辣辣的比較好吃 它泡到現在又有點這個軟軟的口感 煎鍋又很燙 很燙口又美味 嗯!好吃! 很好吃喔! 嗯!好吃特別 然後可以 各位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很特別 好!那這個就是浮水魚羹 好!現在吃吃看 然後胡椒粉然後加一點烏醋吧 好! 好!羹是透明的阿! 有點筍絲跟香菜 喔!這個好吃! 很清甜 喔!讚! 喔!這魚羹就很新鮮阿!新鮮美味 喔! 喔!老闆娘的東西很厲害! 很好吃! 喔!老闆娘的東西很厲害! 喔!很好吃! 喔!魚肉的鮮甜味完全在這個羹裡面 喔!很好吃! 喔!這個分數我覺得是93分 喔!很棒! 喔!台南口味!讚! 差是差是說 因為這邊是露天的 所以稍微會熱一點 嗯!好吃! 喔!讚! 喔!讚! 這個吃了這幾樣都覺得很美味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就來到旁邊的上海鮮肉大包 因為這個老闆娘這個非常漂亮 所以就買包子吃吃看 好!那老闆娘就很熱情阿! 然後老闆也蠻帥的 這個老闆娘真的超漂亮的 好!這個一定要認名就在這個 台南正中晚貴的旁邊 好!看我早上就找到多少美女 不不不!那個找到多少好吃的店面阿! 好!她的店名就叫做 上海鮮肉大包 老闆娘太漂亮了 好!謝謝! 謝謝! 那全這家店已經開多久了 我們在這邊四年了耶 喔!四年了喔! 對啊! 好!那上海鮮肉包就是這個 就是上海口味就對了 對!上海口味 我們在上海是不絕的 喔!是! 那營業時間是 好!剛六點到下午幾點 有工休嗎? 那一天 好!那有看到你們這個 就是老麵的麵筆 嗯! 那招牌應該就是那個鮮肉包嗎? 對啊! 好!那我就要 要一個鮮肉包跟一個 呃!您推薦好了 嗯!我看你比較喜歡 是重口味還是口味帶的 呃!重口味好了 重口味的話就是 酸菜 喔!好! 那這一個 欸!謝謝 謝謝 高麗筷嗎? 好! 你等我一下喔! 你要用皮帶嗎? 啊!不用欸! 啊!旁邊可以坐喔! 好!謝謝! 好!那老闆娘很親切 謝謝! 因爲高麗筆一個黑豆漿 好,那照例的話就是這個美女的鏡頭多一點 好,那這邊就寫這個老麵皮的說明 在下面 好,那老闆娘講說他們有這個Fallpanda的合作 店名就叫做上海鮮肉大包 大包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有些人看到蒸籠會覺得是小籠包 所以我們又特地做比較大的 這叫大包 謝謝 好,那不要講說我都不知道帥哥啦 帥哥在這邊 他就現做的 除了美女帥哥我也是會照的 這個可能要稍微轉到左邊一點 好,那要注意看喔 這個俊男美女的這個上海鮮肉大包 非常值得推薦 然後現做現增 然後各式的飲料也都有 豆漿啊這些 好,那老闆娘非常的親切喔 這個 好 這樣各位都看得很明白啦 好,那個早上俊男美女就這麼多的話 這個整個心情就變得很開朗 哈哈哈哈 我現在就吃吃看 好,因為剛剛蒸出來的好燙 所以我就擺在我剛吃過的碗裡這樣吃 這樣比較不會燙到 欸,對對對 感覺湯汁好多喔 好,那就建議 胃口比較大的話 就連續兩攤都吃下來 然後隔壁有個紅麵線好像也不錯 不過我可能 要下一次了喔 沒有辦法一次吃到這麼多東西 鮮肉大包 然後老麵麵皮做的 然後裡面整個都是肉 滿滿都是肉 吃下去包你肥 啊,不 那個包你會長肉 那個 現在吃看看 喔,很好吃耶 喔,有媽媽的味道 好,各位朋友記得嗎 那我媽媽就是江蘇人 所以這個有 我媽媽這個包包子的味道 真的有喔 老麵麵皮 然後這個 應該像是 薑蒜的 那個叫什麼 薑 薑蔥的包子啦 不是不是薑蒜 說錯了 薑蔥跟這個肉蟹 然後很單純的美味 加上這個老麵麵皮 口感很紮實很美味 我覺得分數有92分 湯汁也蠻多的 這樣老闆是帥哥 然後老闆娘是美女 這樣應該就已經到100分了 你看老闆他就帥哥 看老闆娘就美女 這個超讚 去年 去南美女 這個一家店都有 好,再來是這個 酸菜包 是這個 我的粉絲裡面 有人很喜歡吃酸菜 要不要吃看看 好,當然已經講過了 酸菜好吃 比肉還好吃 嗯 然後它有微微的辣 嗯,好吃 很開胃 然後酸菜沒有什麼怪味 然後一點點肉餡醬 還蠻好吃的 然後老麵麵皮 就很扎實的 帶著微甜的口感 嗯 嗯 很好吃 很好吃 嗯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辣椒在裡面 好,那個人覺得蠻不錯的 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好 這個 當然 上菜包個人還是覺得蕭阿姨的比較好吃 不好意思喔,店家 這個 也很好吃啦 但是因為有試過更好吃的 好,不錯 好,那老闆娘千金也是很漂亮的小姐 所以也值得照一下 好,這個 總之都非常值得推薦 兩家一起吃喔 然後 心情就整天都很愉快 OK 好,那各位來就做你用餐愉快 好,那個老闆娘的畫面再補一點啦 我這個犧牲實在是有夠大的 這樣 對對對 哈哈哈 好,那各位就要證明啦 證明這邊這個在管前西路 然後叫做上海鮮肉大包 然後一次就要買個10格20格之類的 哈哈哈 好 拜拜 好,現在在板橋的話 太陽就還蠻大的 我好店 比撒手